这个呢 是我从郑阳村吃烤鸭打包回来的鸭架 然后本来说回家想直接蘸一下那个甜面酱直接吃的 但是凉了以后看见好油啊 所以我决定把它 炸一下对 做一个椒盐啊或者什么的 它这肚子里面还有一个木头啊 就是撑着这个鸭架让它不会变形的 去烤的时候给它拿出来啊 先把鸭屁股剃掉啊 鸭屁股也是最肥的 剩下的直接给它切成小块 切好放到盆里啊 还挺大一盆的啊 然后我觉得它本身压架是没有多少味道了 所以要简单的调味一下 加点盐 加点五香粉 来一点味极鲜 来一点白胡椒粉 搅拌一下 最后我们加上一点面粉 搅拌一下 再搅拌均匀了 加入宽油 油温五六成热的时候放入压架 先试一个啊 我感觉差不多了 压架本身是熟的 所以我们只要油温高一点 给它炸到表面金房就可以了 也不用再复炸 把剩下的再放进去 把剩下的再放进去 这个也好了 捞出来 炸好后撒上一些蒜末 撒上一点纸蓝 一点辣椒庙 这样一盘炸鸭架就好了 这样一盘炸鸭架就好了 倒上一杯啤酒 然后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闻得好香啊 有一个蒜味很香啊 你看 表皮金黄啊 试一下 很脆 表皮是脆的 当然里面的肉 其实不会太柴啊 干香干香的这种 并不是特别硬 嗯 不错 来个有蒜 有辣子 有孜然的 哇 说真的啊 真的闻得非常香 嗯 嗯 这个比较辣 好多辣椒粉 一个炸鸭架 诶 炸鸭架 配上一个冰啤酒 不过真的太过瘾了 嗯 喜欢吃黑胡椒了 可以再撒点黑胡椒粉啊 黑胡椒盐这应该是 这块是脖子啊 然后这本身是那个鸭皮 我估计这个鸭皮应该是脆的 应该非常脆啊 酥了 这个鸭皮 听见了吗 好听就是好吃 诶我感觉我这样炸的话 比它那个饭店炸的那个还好吃呢 真的是哦 我吃过那个 在饭店吃过汤的那个 焦烟鸭架 没有这么香啊 脖子上的肉还挺多了 不错 然后喜欢空菜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空菜饭店大家评论 转发收藏 谢谢大家的吃 谢谢 虽然没有加面包糠啊 但是我估计隔壁小孩也要残酷了 真的很香很香啊 现在赶紧来试一下啊 估计你快与好水了吧 呵呵